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张博之依旧是顶流 观众愿意为他买单 虽然近几年张博之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内地 并且也让两个儿子来到上海读书 但张博之的普通话并不标准 直播过程中他介绍产品时 磕磕巴巴像一个刚刚学会说普通话的孩子 基本都要靠助理在一旁补充说明 因此又不少人诟病 张博之普通话都说不明白 就急着直播捞筋 但张博之带货也是有诚意的 之前车小带货吃包仔饭 一口嚼几十架 但张博之却是实实在在吃了一大碗螺蛳粉 因为普通话说不好 干脆直接用粤语介绍 不管怎样 张博之的直播成绩是出色的 因为颜值就是他最大的必杀计 今年42岁的张博之完全看不出生过三个孩子 他似乎完全没有颜值低谷期 出道至今一直就是这么美 以至于观众刷到他的直播间都忍不住停下来欣赏他的美貌 不过在最近一次的直播中 张博之也暴露了一些个人隐私 第一场直播时就网友发现他穿着宽松粉红蕾丝裙 小腹微微隆起 韵味十足 之后他又换了一条修身的紧身白色连衣裙 这条裙子是高奢大牌 售价三万三 却背透槽 穿着看起来很廉价 很像地摊货 原因就在于张博之隆起的小腹 与这条裙子完全不搭 一直以来张博之都很自律 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极其严格 生完三胎后他火速恢复 平坦的小腹看不出任何生产痕迹 可如今张博之在镜头面前都不掩饰自己隆起的腹部 也难免不让人产生疑惑 另外还有一次张博之公司内部人员爆料 他确实怀四胎了 其实之前张博之倒是一直称自己想要一个女儿 因为都知道张博之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很多明星再儿子和女儿这一方面都比较偏向于女儿 估计张博之也是想要个女儿凑个好字 毕竟张博之也不缺钱 几个孩子都能养得过来 而且他还在节目中自爆过 只要对方很爱他的话 愿意再婚 平生四胎 大陆艺人张新宇当时还问他 现在是否是单身这个问题 张博之害羞一笑 表示自己都出汗了 直接转移话题搪塞了过去 看样子似乎有些心虚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了交往对象 只是暂时不想公开 随选择搪塞 如今张博之被爆出疑似怀四胎 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那个 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 当然目前张博之是不是怀四胎 也只是网友们的猜测和质疑 张博之本人并没有正面回应此事 还需进一步证实 42岁生孩子算得上高龄产妇 但对张博之来说 这并非男士 早年间张博之就在《康熙来了》里说过 自己非常喜欢小孩 很想要快点结婚生子 被问到如果丈夫出轨怎么办 张博之也淡定表示 那也无所谓 只要孩子归他就好了 因此与谢霆锋离婚后 张博之果断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他也把孩子养育得很好 谢霆锋与张博之离婚 也依旧感激前妻 因为张博之绝不会在孩子面前 说谢霆锋的坏话 这么多年 谢震轩、谢震南和爷爷 谢震爸爸谢霆锋关系都很好 作为母亲 张博之是优秀的 无可指摘的 但也不得不让人感叹 张博之的保密工作做得实在太好 三儿子已经五岁了 但生父的情况却密不透风 没有任何线索 堪称娱乐圈十大未解之谜 2019年1月 神通广大的媒体 曝光三胎儿子的出生证明 父亲一栏竟然空白 三儿子中文名张礼成 英文名Marcus 与两位哥哥不同的是 他随妈妈张博之信 三胎儿子出生证明遭泄露 受怒之下的张博之 向法院提告三名媒体记者 侵犯隐私 无论媒体冒着多大的风险 如何努力调查 而张礼成的生父始终是个谜团 经过港媒滋滋不倦的挖料 第一个被怀疑的是一名神秘的新加坡富商 因为张博之妈妈说漏嘴 她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年约60岁 名副其实的富豪男友 大手笔为女儿买入商铺 让她衣食无忧 坐在家里收租 此前的张博之就带两个儿子住在新加坡 似乎应重这个传闻 后来张博之被拍 去过新加坡几次 被移上门探夫 第二个则是经常在张博之社交平台上 出现的英国友人Liu 目前是在新加坡工作的软件工程师 比张博之小三岁 从各种游玩照片就可以看出 他与张博之的两个儿子关系十分亲密 于是三大儿子是混匣的传闻 更是身骁尘上 但是张博之很快就否认了 还发了白布的照片说 很多空间给你们编故事 这白布够长吧 后来三大儿子的照片遭曝光 证实他不是混匣 张博之声明于Liu只是好朋友 但港媒的好奇心丝毫没有退检 之后媒体突然爆出 60岁的周星驰 才是张博之三儿子的亲生父亲 因为三儿子的DNA信息遭泄露 经证实与周星驰是父子关系 随即张博之和周星驰即将大婚的消息 更是惊叫众人下巴 此消息迅速发酵 张博之工作室只得出来打假 在新闻截图上面标记一个大大的假字 并澄清此为不实消息 早在2015年 有大陆低狗仔之称的卓伟 曾爆料张博之和内地富豪孙东海关系亲密 南方搂着他的腰一起进出北京别墅 孙东海曾经是著名影星李小冉 樱桃的前男友 身家不菲的他从地产业转向搞影视投资 有内地向华强之称 而随后带着三个儿子定居上海的张博之 遭大威爆料 交往七年的张博之获赠六千万豪宅 似乎印证了孙东海的生父地位 此条消息曝光立刻遭到张博之的否认 传闻吵来吵去 而三胎儿子的父亲始终是个谜 最后传闻竞称三胎生父是谢霆锋 而三儿子的名字实际叫谢震天 并言之凿凿称 王妃被抛弃 张博之和谢霆锋将复婚 对此谢霆锋回应 近日关于本人一切匪夷所思的传闻 令人看到则舍 本人感情生活稳定 我只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希望停止谣言 谢霆锋否认与王妃感情生变 并未平息大众的猜想 近几年说她是第三子爸爸的传闻不断 香港资深渔记猪皮说 作为这么多年的娱乐记者 我可以告诉大家三胎生父就是谢霆锋 由于霆锋早就和王妃和好 要顾及王妃的感受 三胎生父暂时不能公布 2021年1月 一向很疼爱前儿媳张博之的谢贤 在访谈节目中公开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说张博之的儿子自然是我谢贤的孙子 即便这个孩子跟我们谢家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认了 这无疑证明了张博之的三儿子 与谢霆锋无血缘关系 更与谢家无关 对于张博之怀四胎的传闻 网络上一直都有流传 去年三月份张博之曾做出了回应 否认了自己怀上四胎 而且表示自己其实已经老了 未来也不会再生小孩了 时隔一年 不知道这次是张博之身材发福了 还是他再度怀孕了 张博之和谢霆锋已经和解 此前张博之上综艺的时候 对谢霆锋称呼变得很有善意 以孩子爸爸作为称呼 看得出来他已经释怀了 张博之和谢霆锋离婚的时候 闹出很多风波 双方家属不断出来爆料 可以说是丑闻不断 直到张博之生了三胎 他才慢慢放下过去 开始新的人生 关注点也更多放在小儿子身上 张博之三胎生父 至今还是一个谜 他没有公开三胎生父的身份 不得不说张博之的保密工作 做得相当严格了 看来张博之是铁了心 不想让大家知道三胎生父的信息 因为谢霆锋每个月 付给两个儿子抚养费 但小儿子需要张博之抚养 所以张博之也需要出来工作 他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到内地工作赚钱养家 不过张博之没有偏谈小儿子 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 张博之经常晒出 Lukas和小Q的近照看 在长子Lukas和次子Quintus的合影上配纹 老大老二真是越来越高了 张博之对两儿子的长大 他非常自豪 张博之曾说 他生三胎是为了享受 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 因为当时两个儿子都大了 他选择生个三胎陪他长大 但张博之生四胎 可能性存疑 毕竟前几天张博之还晒出自己锻炼的视频 动作服务之大 相信一般孕妇是不敢做的 但如果张博之真的怀了四胎了 那么孩子的生父问题 估计也会引发很多网友的好奇 导致热议 不过张博之产下三胎之后 关于他怀孕的传闻也经常有传出 所以也有可能只是这段时间 没有好好管理身材 发胖了导致小肚子凸起 至于怀四胎的传闻是真是假 只能交给时间去证明 也许过几天 张博之就会出面回应这件事吧 大家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